华为Mate 20 Pro 最近超火的一款手机 据我所知是我身边很多用苹果的朋友的安卓处女系 为什么想着今天把它跟单款做一下对比呢 首先就是因为它纸面上的参数非常诱人 4000万像素 有一颗广角头呢 甚至可以达到了全幅等效的16毫米 这个在前几年的手机上 你根本是想都不敢想 这几年呢手机厂商想了很多办法 弥补这个手机的底小的一些缺陷 所以这几年新的手机 能不能做那个颜色创作呢 我们就来比一下 今天我们选择单反是佳能的老的6D 然后镜头是24105的TOT 就是STM 不是那个横定镜的 为什么选这一套设备呢 一会就知道了 这边这边这边 不往路当心点 你们想要的模特小姐姐到了 这是那个华为的土豪 土豪用华为Mate 20 这边是最基本的对比 重量上 重量上华为Mate 20 Pro的重量是189克 然后佳能6D虽然是佳能的最入门的全幅单反 比较轻 但是它加上这个镜头的重量也达到1295克 所以显然手机更轻一点 这一分给手机 接下来是价格 价格的话 华为Mate 20 Pro 这个是最低配的版本 要5399元 佳能这个6D已经停产了 所以现在只有二手了 我看一下今天嫌疑上的价格 大概是3000左右 加上这个镜头2300元 所以这一套的价格是5300元 没有想到吧 这个全幅单反加镜头 现在居然还比这个手机要便宜了 接下来是异用性 异用性的话 我两个反正都会用 那我们就让小姐姐来评判一下 你觉得哪个比较好用 我会选华为 为什么呢 就比较方便 然后使用这种东西 对啊 所以小姐姐都这么说 这份肯定给手次 然后是绿屏对比 据一些媒体报道说 华为Mate 20 Pro会有绿屏的问题 但是佳能这块屏幕 据我所知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份给佳能 好吧 开玩笑的 这个我们不算在评分的项目里 然后是焦段对比 焦段对比的话 这两套设备还是有些区别 华为这个手机 它有一颗等效全幅16毫米的广角镜头 还有一颗80毫米的镜头 它的变焦倍数是80除以16是5倍 然后我这个镜头是24105 正好不到5倍 但是问题是 华为它这个镜头的分辨率不是固定的 它在16毫米广角下是1000万像素 只有当中那颗镜头 28毫米的镜头是4000万像素 到长焦的话它就只有800万像素 画质比较扎 还有FG也不一样 对FG也不一样 还有个问题就是 它这几个镜头是固定的 它在这几个固定的焦段当中 只能实现电子变焦 而不是平滑的光学变焦 但是你比如说在看演唱会 或者说是运动会 离主体比较远的时候 像华为这样的手机 它还是给你提供一个 比较长焦的一个选择 虽然画质扎了一点 但又不是不能用对吧 所以我觉得在焦段上 我还是把这分给华为吧 接下来我们对比一下直出颜色 我们两个各拍一张照片 然后让小姐姐自己选 小姐姐过来选一下 你比较喜欢哪张 我们的色 还是华为 为什么 因为颜色 我比较喜欢这种 绿色比较鲜艳的感觉 比较偏密的调的感觉 所以佳南虽然是以色彩科学出名 但是小姐姐还是选了华为 我们这份还是给华为 接下来是人像虚化的 这点上我还是对单反更有信心的 毕竟是抵大以及压死人 它手机有很多的功能 但是它逃不过一个缺陷 就是它的传感器很小 但是它拍人像的时候 它有一个电子处理虚化 拍人像你懂 我这边把焦段射到最长105毫米 这时候的光圈最大是5.6 虽然说比起1.4 这种超大光圈还不算最大 但是还是会有一定的虚化的 我先拍一下 我让你让小姐姐选一下吧 你比较喜欢这两张照片 哪张的背景虚化 这个喜欢 这个柔和的柔和一点感觉 对 我看一下 柔和一点 因为它这个是后期处理的 它不是真的虚化 所以可能会有点强 对 好了 不容易 小姐姐也这么选了 而且你请问说 我们在特殊情况下 也可以再测试一下 这个新剧手的时候可能不一 对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 因为我这个是自然的光学虚化 所以说它的手也是虚化掉 因为它这个是电子虚化 所以说它这个手只要在身体范围 因为它是没有办法识别出来的 所以说这点也比较假 终于啊 单凡赢了一分 好 接下来是分辨率对比 那分辨率对比的话 我们用华为当中的大光圈镜头 它号称是有4000万像素 然后我这边6D它的像素 理论像素是2000万像素 但是它华为这个是一个什么 拜尔是正列的4000万像素 它可能就跟相机传感器的4000万像素 是不一样的 让我们来对比一下 它们谁拍的照片更加清晰一点 其实这当中我们可以从而过来 你觉得这两张 它中间位置哪个更加清楚一点 不差不多 对 华为的肌内锐化好像更加重一点 这个就是它的轮廓会比较深一点 对轮廓关它是它后期处理的 它也很专业看 这两张照片我们都拍了RAW 可能具体的测试 我们要等回去之后 放到电脑当中才能看到 好 我们打开两张RAW文件 来对比一下它们的分辨率 把它放大看一下 我一开始还以为我自己搞错了呢 但是我反复确认了一下 华为这张确实是4000万像素的分辨率 但是我们看无论是细节 对比度还是蝶影 都没有办法跟单反比 当你拖到边角处 有树叶这么比较密集的物体 就更加惨了 所以是不是有点刷新你的认知 我们现在知道了 手机上的高像素 不能和单反的像素同日而鱼 毕竟你要把4000万像素 塞到这么一块小的底上 它对解析力肯定是会有影响的 接下来是两个机器宽热度的对比 然后选择的场景是一个大的逆光的场景 可能我们也要拍ROG 然后在电脑当中细细看 我们现在就只能初步判断一下 好的我们重新来看一下这两张图 我们分别把它们的曝光增大两导 大家还是不要注意脸部的曝光 这是因为手机镜头拍进了炫光 而单反镜头的抗炫光能力肯定是比手机镜头要强 我们把它放大一下 看一下它一些暗部的有效像素 这边也受到了炫光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一些下面的部分 在同时提高两档曝光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佳能的暗部有效像素 造点还是要优于华为的 所以说佳能的底造有一些杂色 鞋子上黑色的部分也印证了这一结论 确实佳能的暗部像素要比华为好 当然华为还有一个功能是多张合成的超级HDR 这样可以提高宽容度 但是我们这边纯粹就是比的单帧 这么看来 佳能这台当年的宽容度就被人诟病的老机器 还是比现在华为的手机要强 这一分我们重新给佳能 然后接下来是拍微距的对比 华为这个手机好像拍有一个超级微距的功能 最近对焦距离好像可以到2.5米非常近 前面我用朋友的手机试了一下 拍微距就比较不清楚 这样是看不到齿纹 我们现在拍一些其他的东西来看它的微距能 这个挺让我意外的 我初看了一下放大倍率 华为它微距的放大倍率 甚至比我24105的镜头还要高 至于分辨率的话 我可能还是要回到电脑当中去看 但是光从放大倍率来看的话 华为居然还是胜过我这个镜头 所以我暂时先把这分给华为 接下来我们对比一下微距 我们在现场就已经发现了 华为的放大倍率要比佳能要高 然后放大了之后我们就能看到 虽然佳能我们之前提到了它的分辨率也更好 但是得益于更高的放大倍数 华为它微距照片的表面 还有像支插这些细节部分 确实是要优于佳能的 所以说这分我觉得应该给华为 我们现在是测试两个机器拍夜景的人 对 但是现在大白天没办法拍夜景 我们就去地下车 对 这边我顺便提一下 就是手机还有一个优势 就很明显 就是把朋友圈 就是手机它拍了照相 或者说是视频之后 把朋友圈或者是微博比较 就是拍了 对 可以直接发微博 对 6D是有WiFi功能的 但是佳能的WiFi设计的非常 我每次连WiFi都很痛苦 这点优势上的相机是绝对不如手机的 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多数人直接用手机拍照片 而不是用单板 就是快 好我们现在拍一下夜景模式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比较阴森可怕的地下车库了 我们就看一下它的高ISO的表现 华为这个它是有一个夜景模式的 对 就是它自动按一下快门有多张可以合成 这样的机器也一直有一个功能就是HDR 就是它连拍几张照片可以把多张一起合成 只不过相机厂商比较呆 不大会吹这个功能而已 对吧 它拍摄一个超级夜景大概需要四秒的时间 因为华为这个相机它有风险稳定器 它可以多拍几张 然后把这些照片可以合成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这个相机的HDR模式 加速达到了12800 经过的降噪处理线很难说谁的高感表现好一点 我们让海姐姐自己来评判一下 这个好亮看不出是夜景 看不出是夜景 我喜欢这个 还是喜欢这个 小姐觉得第一印象是华为张牌的比较好 但是这个还是比较专业的测试 不能以小姐姐的意见为主 我回去还是要在电脑上看一看 他们谁的高感表现更加好一点 这两张照片要纯粹从观感上来讲 我觉得华为这张的明暗层次 加能还要更加丰富一点 尤其当你放大看它阴影的时候 如果纯粹比噪点的话 似乎华为这边的降噪还有细节的处理 也比加能量优秀一些 但是这种更加优秀的情况 你转到人脸上就不一样了 我们能发现从加能这样拍出来的人脸的阴影 更加真实一点 而华为似乎把整张脸都磨平了 我怀疑是降噪过度所造成的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纯粹是拍夜景的话 华为确实是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你如果要拍夜景人像的话 我还是建议你用加能 但抛开画质不讲 如果纯粹谈拼接技术的话 我觉得华为这边有很大的优势 因为它的拍摄夜景握持时间更加长 但是拼接出来的照片 我们可以发现它拼接的更好 而加能这边我只是一瞬间拍了三张照片 但是它拼接之后还是会有模糊 我们本身就是评测一键按下去的傻瓜功能 所以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在夜景这方面 我觉得两者都没有赢家 只是应用的场景不一样 接下来是这两个机器拍视频能力的对比 华为Mate 20 Pro现在可以拍4K UHD的话 而6D因为是比较老的机器 所以说它全画服务就只能拍1080的视频 不过话说回来 加能最新的机器全画服务也不能拍4K 也就只能拍1080P的画面 对比的第一感受就是华为的画面更稳定 但人不能达到手持可用的级别 除此之外华为就没什么优势了 和照片一样 虽然华为拍摄了4K的视频 但实际细节解析还不如1080P的加能 此外加能的明暗层次也明显更丰富 因为光圈更大 也能展现出电影感的背景虚化 这时华为的人像虚化就没什么用了 所以看来小底的拍摄设备想要进行元素创作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份我给加能 今天初步的比较就先到这边 其实我做这样的比较 不是为了硬核的证明哪个设备好哪个设备不好 只是希望能引发大家一些思考 比如说到了2018年 手机可以卖那么贵了 甚至比全服单反加镜头都要贵 或者说是手机的参数 或者说分辨率光圈都不像纸面上写的那么美好 但是手机厂商这些年一直在努力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弥补手机硬件 还有它伤感器小的一些缺陷 我觉得这种态度是非常值得思想僵化来日本厂商学习的 对吧 嗯就是 对的 好了那这期节目就先做到这边 喜欢我视频的话可以去我的B站新浪微博还有YouTube支持我 然后这个视频该干什么大家都知道的对吧 不看到我的面上要看到小姐姐的面上 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